来擦北柱 民众发现路旁山林 又遭随意弃制大量垃圾及废弃物 马上通报里长 请清洁队前来挥砍了解 此处位于普里镇河城里受伤委地区 因为地处偏远 除了当地农民少有人出入 成为弃制垃圾及废弃物的天堂 我就在清理路旁的那个积水 然后发现下面有大量的垃圾 然后就跟里长提起 叫里长请有关单位来会看一下 会影响到下游居民的淫水 还有下面还有白雨的基地 那个豪雨下的话 它会把大量的淤泥冲刷 那相信大量的 如果上面有一些垃圾 宝特瓶就会相继的一直往下游 那也其实影响到我们下游的水源 那接着我觉得流到河流里面的水 其实也是污染的 由于气质的垃圾及废弃物数量相当可观 一直往山林下方延伸 成了一处令人摇头的垃圾谷 气质地点下方 就是一心里农业及民生用水水源的 淹寮坑野溪 也是台湾白雨重要栖息地 让地方居民是相当忧心 在定位以后发现这是属于国产署的土地 我们发文去国产署 后续来说明 到时候我们会针对垃圾里面的一些痕迹来追查 新闻人 垃圾车都会来 那我觉得也还蛮纳闷的 为什么不把它丢到垃圾车去 那大家随手做好 我相信就不会有这样子的情景 当地农民忧心地指出 近日都有豪大雨情况出现 万一这些垃圾及废弃物 遭大雨往下冲刷 农业及民生用水 还有生态环境的影响难以避免 希望相关单位找日社发清除 避免酿成更严重的环境生态灾害 记者王昭胜南投县采访报导 记者王昭胜南投县采访报导